这一步把它挤高 等下变米味 8个点 给点泰泰热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找三千药 张小厨 那么今天就是一道比又还好吃的 一道素菜 这种食材目前在市场上 卖到8块钱一斤 咱们不便宜 好笑笑 开始吧 从柴哥都在买了 接着呢 好笑笑 这材根是什么 有几块 很贵吗 什么块钱一斤 那没有块呢 这种甕菜梗8块钱一斤 相当的脆嫩 这价钱有点偏贵啊 可能那种细的小的 会便宜一点 5-6块钱一斤 现在把它处理一下 再去一点头 讲究一点就把边边的小梗掐掉 像这种菜梗炒好以后 也是很多螺丝粉店标配的 这才能开胃啊 这一步把它挤到 等下便宜入味 下面来准备一下配菜 再把酸笋切小丝丝 这是一道酸辣菜 小米椒切小圈圈 小米椒切小圈圈 番茄切滚刀片 大蒜子把它压边就可以了 再搭配一点干椒 这样子更香一点 这个酸笋跟番茄可以多给一点 这里我就给那么多了 剥叶下猪油 尽量用猪油香一点啊 酸笋直接倒姜 大蒜小米椒 尽量按菠菜来做啊 干椒 全部包装下番茄 把番茄炒出番茄汁 可以了 下菜梗 米苏 可以生抽 蚝油 椰 白糖 搅拌均匀 稍微焖一下 最后给一点太太热 一点点就得了 跟明油亮色 配搅均匀 明人不说暗话 我喜欢你 终于做了这个景点 来叉试一下 这个比又还好吃的空心菜梗 嗯 这样子把它压爆来闷的话 相当的入味 而且非常爽脆 是我想要的味道 舒服 它的特点就是酸辣爽脆入味 相当开胃 嗯 像这种做法是追求不了那脆绿色的 这个蔬菜一碰到醋的话 就马上变黄 除非你不放醋 单独用那个甘茄汁来蒙的话 可能会保持一点那种脆绿色的 这个蔬菜建议用猪油来炒特别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终于没有关注了 拜拜 看看大家 谢谢看 超漂亮的 下集热 下集热